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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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 我們終於上課了 不是 終於冬天了 不是 不知道在說什麼 意思就是我們要上課了 那大家就稍安勿躁 要儘快 我們今天要換一個新的單元囉 所以我們要趕快加快腳步 那麼各位請看一下 我們上一週因為進度的關係 所跳過去的呢 有一組聯姻類的 也就是探春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講義中其實有標示出來 但是我想還是帶著你們看一下好了 那麼事實上呢 這個有關探春的這個婚姻的預告 在第五回的人物判子裡面已經出現過 來 請各位呢 再副案一遍 好不好 在87頁 那這邊有很多的證據我們要同時並存 然後呢 互相參照 然後呢 要來了解一下 他的這個特殊的含義有哪些層次 其實是非常豐富的喔 所以你們要盡快跟得上進度 我不要讓你們看 因為你們都在偷看螢幕都不聽我的 好 趕快87頁找到了沒有 好 這是基本證據喔 你們的講義要做一個補充喔 因為我想當初呢是考慮到說 你們都知道這一個圖稱了 所以我就沒有標示在講義上喔 不過我看有些同學好像天性迷糊對不對 那所以就現在請你們記得補上去 好 87頁看到了喔 那請看這個第二幅的圖稱 請注意 畫著兩個人放風箏 注意 當然是兩個人 因為呢 這是跟婚姻有關 婚姻總要兩個人才結得成婚嘛 對不對 否則現在就不會有所謂的去死團 對 去死八團喔 好 所以總而言之 那這個兩個人放風箏 一片大海一隻大船 然後船中有一女子眼面涕氣之狀 好 那麼這裡呢 就是第一次出現風箏的這個意象喔 而且這個風箏的意象呢 請你們注意一下 它同時結合的還有其他的這些環境因素 首先是船跟大海 那你們就知道探村是遠駕 而且真的是所謂的天涯海角式的遠駕喔 那這就非比尋常 我在這邊要先跟你們簡單說一件事情喔 我們線上有一位老師呢 他做過女兒出嫁之後歸名的相關研究 那個研究成果告訴我們說 女兒出嫁之後喔 當然啦有一個法定的 可以讓他呢回到這個原生家庭裡面呢 稍貨慰藉的那一種機會 那個那些機會呢大概是出現在 絕對不會是新年喔 因為新年你是夫家的人 你要跟夫家團聚 那大概就是端午 端午啦 或者是就是類似這幾個小小的節日啦 好 但是那個研究成果 我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後面的這一段 就是說表面上有這個合法的機會 可是很多的現實因素呢 使得女兒的歸名喔 通常在出嫁後的第一年還有在執行 第一年之後幾乎就很少歸名了 為什麼呢 你們都猜想得到 第一個路途遙遠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只有一天讓你歸名 你如果嫁得很遠來回都時間不夠用 你是不是乾脆就會放棄回家了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通常正常的情況底下呢 出嫁一年是不是大概就會生了一個小孩 對不對 不要忘記我們交信 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 好 那你又生了小孩 你又要照顧嬰兒 而嬰兒呢絕對不適合讓你呢 千里迢迢跋涉跋涉回娘家 因為這個實在對幼小的孩子來講 這太危險 婆家通常也不會允許 那所以在各種考慮底下呢 加上家務繁忙啦 那麼柴米油鹽醬醋茶纏身 那加上小嬰兒各種這個啼哭 各種這個所求 你根本上無法脫身 所以歸名是出嫁後一年內 還有可能你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一年之後呢 這種機會就非常的少 所以各位想一想 這還是一般的狀況喔 你可能是嫁到臨村 嫁到比較鄰近的地區 那都已經有這種狀況了 何況是嫁到天涯海角 古代沒有飛機耶 對不對 古代那個船啊 一走可能是三個月啊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回娘家的喔 所以看村這裡 他真的是讓我們呢 很極端的看到一個女兒出嫁之後 是如何像斷線的風箏一樣 秒不可循 而從此跟他的原生家庭就一刀兩斷 這個不是他的情感 也不是他的意志的選擇 而這是一個迫於現實不得不然的一個結果 那為什麼我這邊說斷線的風箏呢 明明這邊沒有講斷線啊 等一下我們再補充其他的資料 你們就會發現這個風箏 絕對隱含著這斷線的意義 那另外第二個請各位要注意的是呢 探村的出嫁可能就在清明節 那所以在這個叛詞中的第三句 那麼清明替宋江邊望 所以他是先走那個這個水路 然後再到海邊大概是這樣 那一路呢真的是一路風帆啊 然後風雨三千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這個條條 那麼無盡的一個旅程 然後就一去不復返 那所以下面說千里東風一夢遙 那千里之遠 大概只有在夢中才能夠魂返故鄉吧 那這樣的一個 這個作為一個少女 那麼突然之間被連根拔起 然後呢就移植到天涯海角 那真的是一個很艱難的挑戰 那麼將來是要應付一個陌生的 複雜的人際環境 然後呢再加上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的開啟 這對一個十幾歲的少女來講呢 那都是人生非常重大的一個考驗 那成功的人也許可以像王熙鳳 那失敗的人也許就像迎春 還記得吧 迎春一年後就死了 所以老實說女性在這樣的一個 所謂過渡儀式當中呢 其實是這個遭受到很嚴峻的考驗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想再請你們注意幾件事情 就在後面的這個《紅樓夢曲》 其中有一首就是專門針對探春而歌詠的 這個在九十一頁 請你們看一下它的取名就叫做《芬骨肉》 好 那我已經提醒各位好多次了 在探春身上呢 作者反反覆覆多次來強調出嫁 對女性所帶來的心理創傷 那這個《芬骨肉》難道不是活生生的一個人倫悲劇嗎 我們總覺得父子親情應該要加以尊重 加以呵護 可是為什麼婚姻這個制度 卻讓我們世界中的一半的女性 要去承受這樣的一個不人道的對待 而始終沒有被反省 這個就是我們傳統社會 在那樣的一個性別結構底下的一個 很不可思議的盲點 好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 《一帆風雨路三千》 那麼把骨肉家園齊來拋散 所以你看恐枯筍殘年 什麼告爹娘修靶兒懸念 所以你看這是從父母親的角度 一個疼愛在這個如同掌上明珠的女兒 就這樣一去不復返 那真的是一種撕裂般的一個苦痛 所以下面我們又改從女兒的這個口吻 然後來安慰父母親 那麼自古以來呢 當然離合起無緣啦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啦 那只能夠說我們自求多福 我們彼此再也照看不到對方 再也無法互相扶持 我們彼此就如同無根的棚藻天涯海角 那麼各自尋求出路 你想想看這個真的是一個 非常不人道的一個 一個很奇怪的婚姻結構底下的一個女性 必然都要面臨到的悲劇 那麼我們這位探村他的情況其實是更為特殊 因為他的遠駕 真的是很特別的一種天涯海角式的 那麼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 所以我們先把所有的資料都做一個補充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統合性的說明好了 那麼請各位翻到第二十二回 這也是所謂的那個襯瑤 也就是那個他們透過這個猜燈迷 這個燈迷詩 他其實也是個人命運的預告 那個這個叫做襯瑤式的這個燈迷 那各位請看一下349頁 這邊倒數第二首 那麼這是探村所作的這個燈迷 接下兒童仰面時清明莊蝶醉喀尼 那清明又再度出現了 所以我想這應該是他出嫁的時間點 然後下面你們就發現了斷線的意象 很清楚的浮線 他說游絲一段魂無力 墨向東風怨別離 所以為什麼要放風箏 你們知道嗎 他在清代那個時代放風箏的最終目的 不是看他呢 這個風高遠洋感覺到一種快樂 不是 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要把他剪斷 這個我們等一下第七時會會看到 所以只要出現風箏 他就隱含著就是必然要斷線的這個宿命 那這裡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 游絲是那麼的脆弱 那樣子的不可一世 然後被風雨飄搖一下 他就已經這個天涯海角的淪落了 那這個就是握在手中的那根殘線就毫無相連了 好 那這個是第二十二回 我們很快再來看一下第六十三回 為什麼我們第六十三回沒有講到風箏 卻要來談呢 這是因為這個風箏很特別 他不是一般的風箏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考大家一個小問題 那麼還是請大家複習一下 在第六十三回的982頁 還記得吧 我們探村所抽到的花籤詞 是不是有一句宋詩叫做日編洪信 不是這是唐詩 這是唐詩 日編洪信以雲哉 那這個是表現出雖然這個斷線的風箏 就從此飄零到天涯海角 但是他的所在位置是在眾人之上 所以是以雲哉 那麼下面的柱有說 這個得此千者必得貴婿 那透過別人的隱身發揮 那麼大家就這個開玩笑說 難道你也是個王妃不成 那這裡當然都是作者 在胸有成竹的情況底下呢 透過人物角色所洩漏出來的天機 所以我們一並來參考 你就會發現這個風箏 他不是落在平凡人家 那對象是可以被考察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快來看第七十回 這一段是最精彩的 那麼可以說是把探村的風箏 做最集中的一個描繪 做最集中的呈現 那麼請大家看一下 在1097頁 也就是第七十回的倒數 那好長一段 因為作者簡直是費勁的比例 來描述那個風箏 表面上是歸宗女兒的一個瑣碎的遊戲 但是當然不是這麼的閒閒比莫而已 那所以各位請看一下1097頁開始 那麼就描述到風箏出場 那他是銜接著非常的天衣無縫 因為大家正在作詞 然後結果突然聽到那個窗外有一陣聲音 把大家嚇了一跳 那出去一看呢原來是一個風箏 斷的風箏 然後飛到他們窗外 然後就掛在那個燭燒上了 那所以大家注意力就被引到了風箏上去 然後呢所以請你們注意 下面呢已經告訴我們說 這些清朝人他們放風箏的目的 真的不只是為了取樂而已 其中還有一種儀式性的象徵 就是要起伏狼哉 那請各位看一下 總而言之探春我們看一下到倒數第二頁 倒數第二倒數第三好不好 那大概就是說 子娟大概看上了這個很起整的 紅蘿木裡面的起整的意思就是說 都是很漂亮的意思 那看上了這個大蝴蝶風箏啊 就覺得說我不管這不管是誰的 難道天底下沒有完全一樣的嗎 大概不是大老爺那邊的 反正我一定要收起來 然後呢這個探春就嘲笑他啦 他說子娟也學小器了 你們一般的也有 這幹嘛要撿人家的呢 說不定這個就是犯的忌諱喔 那這個跟撿人家的風箏為什麼是忌諱 所以請你們往下看 那黛玉就笑說 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 放風箏原來就是要放晦氣 風箏放得越高放得越遠 那當你呢用剪刀一剪 那他遠遠飛走的時候 他們認定這就會把你的病根 把你的災難把你的不幸也一併帶走 所以那個斷箭的風箏本身 已經就帶有不祥的晦氣在這裡 所以呢他們這邊才會說 我們不要撿人家斷掉的 說不定就是人家的災難 你把他撿回來放到你家 那不是變成你去承受他的災難的意思嗎 所以大約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迷信在裡面 所以呢這個黛玉說快掉出去吧 咱們的拿出來咱們也放晦氣 這個後面有註解你們可以自在看一下 好啦 結果呢下面當然就開始 大家就各自搬出自己家常的風箏出來 就龜中的一個很悠閒很美麗的那一面呢 就在這邊被像圖畫般的展現出來 我現在先不談了 因為我覺得要讓你們自己去查閱 我下次會小考 就是接下來的1098頁到1099頁 其實涉及到好幾種造型的風箏 那麼誰用那一種造型其實都有象徵意義 好 那麼所以你們要回去查清楚 那麼我到時候會考你們 然後到時候我們要把他們之間的這個聯繫 的那個意義在哪裡 我們要做一點說明 萬一進度時間不夠 我們也就只好放到以後再說 那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課題 你們要稍微熟悉一下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跟探村有關的 是在1099頁 在1099頁 那麼這裡呢是探村的風箏 來請看一下在倒數第七行 那麼前面像黛玉什麼都已經剪斷了他們的風箏了 那麼探村也正要剪自己的鳳凰 好了 所以探村的鳳凰造型的風箏在這裡很明顯 那麼所以請你們注意風箏跟鳳凰又連結在一起 這又有別的意義我們等一下再說 結果發現天上也有一個鳳凰 那就說這也不知是誰家的對不對 因為線頭在哪裡不知道嗎 我們只看到遠遠的這個鳳凰的蹤影 那麼眾人就笑說你先不要剪你的 看他倒向要來繳的樣子 好像會纏在一起的樣子 那他就覺得很有趣 說著呢只見那個鳳凰漸漸逼進來 那麼就跟探村的這個鳳凰就繳在一處 那眾人呢要往下收獻對不對 兩邊都要收獻因為已經纏在一起了 那麼那一家也要收獻 正不可開交的時候呢 注意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帶響邊 在半天如鐘名一般也逼進來 那我在這邊先簡單說明一下 那麼我不會畫鳳凰我只好畫蝴蝶 好蝴蝶比較好畫嘛對不對 好總而言之 比如說這是那個風箏的主要造型 那下面不是就有線對不對 然後線這邊有梭子 然後總而言之就是控制他的長度 跟你要讓他怎麼樣飛到天空中的那個 都在這個人的手上 但是這邊什麼叫做玲瓏喜字帶響邊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的造型是一個喜字 就是一個字的形狀 可是那個字很大 注意喔是門扇大呀 那個很大你們知道 因為放到空中去 越飛越高他就會越來越縮小 所以他本身就做得很大 讓你飛到空中去的時候 你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 可是下面的所謂的帶響邊 到底是什麼呢 根據學者的研究 在到了清代放風箏的這個民間遊藝活動呢 簡直是到了巔峰狀態 他們在風箏造型上面所下的功夫 真的已經到了萬物喪志的地步 那個風箏造型之精緻 簡直就比那個叫剪子還要更精細的多 那據說大概數十年前吧 大陸那邊突然出現一本 號稱是在固子堆裡面出土的一本 曹雪芹的書籍 原來除了《紅紅夢》之外 他竟然還有一本書 那那本書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各式各樣的風箏造型 非常精緻 有江北系統有江南系統 然後各式各樣的 是精美無比 那個就轟動一時 後來當然已經又被更專業的學者去考證出來 那一本書是偽造的 就是說不是曹雪芹的手筆 但是從這個現象我們多少可以知道 就是說曹雪芹他在這一方面的造詣也是很深 所以曹雪芹這個人滿天文地理 然後無所不通的 是一個很博學多文的一個創作者 那所以這邊的玲瓏帶響編也一樣 就是在那樣一個把風箏遊藝呢 那麼發展到巔峰狀態 不只是造型的精美 然後形形色色讓人眼花撩亂之外 他們還發展出新的一種審美方式 就是說風箏不只是看一種視覺的欣賞 他還帶來一種聽覺上面的享受 那什麼叫響編 就是額外他這邊會繫上一串 像鞭子一樣長長的做什麼用 他事實上中間是漏空的 那漏空的情況底下 當這個風箏飛得很高 你們知道高空那個風很強的 所以風箏才可以被撐住 除此之外那風吹過這些一個一個的孔隙 是不是就會發出聲音 有一點像吹笛子的效果 可是你看我們吹笛子是不是 還要手忙腳亂的按來按去 那風在這邊是每一個孔都可以吹得過去 所以同時是會發出很多的聲音 所以就甚至可以有像旋律般的效果 所以這個響編的意思是這樣子來的 你就可想而知放風箏 真的已經到清代被發展出 這麼一個前所未有 我們今天大概也很難以想像的一個境界 那所以這個是絕對是非常考究 而且擁有這樣子一個 想帶響編的這個風箏的人家 恐怕也不是一般人家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在半天如鐘名一般 那個聲音很驚人 那個氣勢是很龐大的 那因為他也逼進來 那眾人就笑說 這個也來繳了 都別收 讓他們三個繳在一處 倒有趣呢 說著那個喜字果然 與這兩個風箏又繳在一處 那三下齊收亂斷 誰知線都斷了 那三個風箏就裹在一處 然後就飄飄搖搖 那麼都去了 那眾人當然覺得很有趣啦 可是我們讀這本小說的 這些讀者 你當然除了有趣之外 要來領略作者的一番心意 你們知道這兩個風箏 用一個喜字去纏繞在一起 這個象徵意義占明白不過 是不是就是那兩個風箏會聯姻嘛 那其中一個風箏是探存的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跟他聯姻的對象嘛 然而各位都知道 鳳凰在我們的文化 包括政治領域裡面 他的象徵意義是什麼 我們說人中龍鳳對不對 除了一般的意義之外 在政治那個系統裡面 龍跟鳳的象徵是不是很明顯 好 那鳳當然就是什麼 也都跟那個王妃皇室有關 所以另外的這個鳳字呢 恐怕也都是所謂的那個日邊 洪信以雲齋的那個等級 所以我們一錄下來 這樣子把所有的資料都綜合起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那麼探存確實是嫁作王妃 但是這個王是怎麼樣的王呢 你們要注意那個皇宮裡面 王宮貴族之多超過我們的想像 不是每個人都是炙手可熱的 例如像康熙 你們知道康熙的兒子就有多少個 女兒不算喔 哥哥不算喔 單單是兒子就三十幾個 好 所以他快煩死了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就明爭暗鬥喔 那所以你們今天看到的那個什麼 很現在很熱的那個宮廷劇 演雍正的那個有沒有 那個是不合史實的啦 因為雍正其實不好色 相對於康熙那實在是 連小巫都撐不上啦知道喔 好 那他根本上是 真的是消逸幹食喔 是一個很勤政 後來也就這個真的是鞠躬盡瘁的一個皇帝 那所以那個是不合史實的 可是呢你就知道說以康熙作為例子 他皇子那麼多 每個都明爭暗鬥的情況底下 所以他也真的是非常的頭痛喔 因此後來不是搞到那個奪敵的那個政爭 那所以我舉這個例子要告訴你們說 所以這麼一來資源有限 當每個人都要搶的時候 那絕對就有所謂的戎窟之別 有親疏的這個區隔 那探村所嫁的那個王呢 恐怕就應該非中央所在 他覺得應該是比較疏離 然後比較不被寵愛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王子喔 那麼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海 有沒有他出嫁的時候 是要搭船然後到海江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啦 一般來講會認為呢 探村所嫁的應該就是海江的帆王 那這個帆要注意 請記得要有三點水好嗎 我改考卷就改到 嫁到海江 嫁給海江的帆王 這也太可憐了 他何番去了你知道嗎 那不要笑 真的也有學者這麼的堅持 他們認為呢民國初年也有人這樣的堅持說 探村啊你從後40回 他們是用後40回的那個版本的描述來做依據 說探村其實呢是嫁到南洋去 不是台灣啦 好像是越南那一帶 所以要搭船嘛 所以要過海 然後呢 所以他們認為是嫁給帆王 我覺得這實在太悲慘了 我們不要這樣的採用啦 我們就認定他應該是海江的帆王 那帆王是什麼意思 帆就是屏障 那意思就是說我中央朝廷有幾個重臣 幾個呢重要的這個皇室人員 例如以後要來繼承這個皇位的 那以及相關人等 可是那麼多的皇子 他們當然要分佈在全國各地 那要護衛中央 那我想呢 他的這個帆王應該就是被他的封地 可能就是在靠海邊的 那當然某個意義來講 他就是比較沒有權力 那但是不要忘記他還是皇室的成員 所以這基本上還是很尊貴的 只不過呢 這樣子的一個身分背景 那麼使得漢春的遠駕 那就更加的天涯海角 因為如果是駕到中央 那離他家是不是還算很近嘛對不對 那我想這次作者刻意 真的是要讓他呢 凸顯那麼婚姻制度 對女性呢 所造成的一種非常強大的衝擊 那麼如果在這樣的一個解讀底下呢 我想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來分享 好幾段重要的文字 那麼事實上呢 女子的婚姻在詩巾時代就已經被反映出來 很少見的 那麼反映出女子那種遠嫁的心情 可是這些都是非常悍有的一個記載 例如呢這一段話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這個就是出自詩巾 詩巾這段話出現過兩三次以上 那麼另外的地方是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顛倒一下意思完全一樣 總而言之這個行就是女子於歸出嫁 因為對古人來講 那才是女性終身的歸宿喔 你的娘家你只是個過客 短暫把你服裕長大 其實就是要拱手讓人 好所以呢 下面提到的遠兄弟父母 或遠父母兄弟 基本上就是在說明女子出嫁之後 她那麼心中所遭受到的強烈的割離 那麼但是呢 因為她後面沒有在做更多的發揮 所以這都點到為止 那麼我就跟你們補充 很少很少數的資料裡面 顯現出女子本身的心情 這個是原整為她的大姐 所寫的一個木製名一個傳記 裡面所提到的 大概都只有靠這一種很私密的 那麼家族成員幫你記錄的 一些你的生平跟你的內在的情感 各種點滴才偶爾雪泥紅爪留下一些資料 那麼你看這一段話 我覺得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非常的 真的是非常的心酸 那麼她大姐的遺言你看都是遺言了 就是死前才說的話 她說無幼也辭家 我從小就離開了家 那這個幼你們就知道嘛 古人來講是不是都是十幾歲 那麼在美國漢學家都有提到 中外都一樣 女子呢在剛剛進入青春期沒有多久 就會被出嫁 英國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 中國傳統也是這樣 所以當然還是個小孩子啊 你想想看你們十三四歲的時候 對不對就把你們嫁掉了 那才很恐怖的一個無法想像的事情 可是古人這都是他們要面對的 所以她說無幼也辭家抱親日短 她竟然想的是說 我能夠回報親恩的時間好短喔 我來不及奉養他們 回報他們對我的生養之恩 而今則以以啊 什麼叫今則以以 到現在怎麼樣已經沒有機會了 好這個以是停止中斷 就那就是沒有機會了 然後呢 所以你看她的遺言 最後她念念不忘的是什麼呢 不見無親 親乎親乎 她說我見不到我的父母親啊 父母親啊 或者是娘親啊 娘親 這就是她 余音渺渺 追星氣血 最後的遺言 所以想想看好多女性 都在遭受這樣的命運 一半基本上是一半的人口 可是為什麼呢 這個都是也許我們可以再多想的一個問題 那透過這一段話呢 我們看到一個女性 她在婚姻當中 所遭受到的重大的那一種割裂 或者是斷裂的那一種疼痛 而是終其一生 終其一生的空缺 一直到死為止都深深的遺憾 好 那你們就可想而知 對照下來 我們的探春 又是對這個家族的新王 抱有高度的使命感 他世上也有才能的人 他明明有機會讓這個家起死回生 可是偏偏遠駕 讓他白白的呢 就眼睜睜看著遠方的家族 然後呢就如這個三崩瓦解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追星之痛 那簡直是午夜夢迴 絕對呢也是淚流滿面的那一種 好啦 所以呢 我們探春為什麼反反覆覆 至少三四次以上都在凸顯那個風箏的意象 那麼主要就在這裡 好啦 那在這邊呢所以斷了線 這個已經也出現過好幾次 所以這不用說了 那我要跟你們提醒的是 這段話以前其實也讀過了啦 就是那個曼蘇恩女士 所講到過的 他說呢在中國的這個家族體系裡面 女兒的這個周期會有一個關鍵性的特徵 那就是婚嫁 那麼這個呢 會在女兒的心理上面呢 會引發一些創傷 那麼他們事實上就跟歐洲不一樣 那在中國呢 那麼會歷經跟父母 尤其是母親分離的創傷的都是女兒 而他們從小就知道他們終究要出嫁 那麼所以他們一輩子都承受著這個分離 所造成的創傷 那在中國傳統社會裡面兒子不是 兒子可以一直留在家裡面 直到死才能夠把他跟母親分開 好這個我們以前上過 好啦 所以我想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探村身上特別凸顯這一點 不是沒有原因 那只不過是說啊 我們要來討論除了這個婚姻的 婚嫁的意涵之外 我們要來再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就是說風箏除了這個象徵意義之外 所以就是婚嫁嘛 尤其一定要非常非常遙遠到天涯海角式的這種婚嫁 這是他的其中一個意涵 第二個呢我認為這跟漢村的人格特質有關 那我們的人物論大概要到下學期不一定 好 才會有希望 所以我們現在先談一下 那麼請各位來看看這一段話 我非常喜歡的這一段話 而竟然是一位英國的民俗學家 他編了一整本書 然後來討論了這個中國的民俗 然後各個民俗的活動裡面會涉及到哪些物件 然後會有什麼樣子的行為 然後那些物件行為 跟他的地理環境的特徵各自有什麼含義 一個這個英國的民俗學家 對這個充滿興趣就編了一本書來談這個 那結果呢 特別他在談到中國風箏的相關環境因素的時候呢 他提到幾個字眼 我覺得很有意思 可以來做很好的參考 他說我們放風箏 不只是就在庭院裡就可以放起來 不是 通常我們都要到 山高或者是平野的一個地方 然後視野開闊 然後讓這個風箏能夠越飛越高 那於是跟他整個背景 結合起來的相關環境因素有什麼呢 就包括高度 一種高度 好 就是要飛得很高 不能夠只是在我們紅塵地表 這一種充滿了紛擾的俗界 他是要超越這個世俗界的 然後在一個很高的高度 然後另外再加上清新的秋天微風 那因為外國人對中國人不一定真的那麼的了解 事實上我們剛剛在紅樓夢看到的是 放風箏在什麼季節 是清明 清明算暮春對不對 或者是甚至要初夏 但是秋天確實也可以放風箏 所以我想我們這些都是參考用 我們重點不在於說他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吻合 重點是他抓到哪一些特徵 所以這個高度很重要 因為探春根本就是一個人格非常清高 然後堅持著一種君子的德操的一位女君子 應該這樣講 那麼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根本就先天的決定了 他跟他的母親之間簡直就是勢不兩立的對抗 那麼你們知道他的母親是誰嗎 趙怡娘 趙怡娘根本是不是就是唯利是圖 對他來講我不管理法我不管這個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他只管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利益 那這樣的一種性格 事實上跟探春絕對是格格不弱 所以我覺得這個母子之間的那個抗爭 根本不在於敵術之爭 很多人都這樣講我認為不是 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他們所爭的 其實就是道德就是品德 那所以探春的這個品格的高度 還有很多其他的相關的意象 反覆的在凸顯 這個我們以後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那麼再加上清新的秋天的微風 你就知道說這個人是非常清朗的 不容許有雜質的 他像秋高氣爽一樣 讓人感覺到一種心靈的舒坦 一種開闊的視野 這個絕對是一個宰相度裡可稱傳的 女中豪傑 絕對不是一有點委屈 就在角落裡烏烏夜夜的那一種人 所以這個人是有擔當 是有眼界 那麼是有胸襟 而且也有才幹跟手腕 所以各位要注意 這就跟他的居處的命名 是不是又可以互相映照 他住在哪裡 秋爽齋 有沒有 秋高氣爽 不跟這個風箏就完全結合在一起了嗎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要跟各位 提醒的是這個風箏呢 基本上跟他的這個性格內涵 一個性格特徵也有關係 他根本就是一個君子的那一種擴覽的 一種而且具有很高瞻遠足的 那樣子的一個視野的一個了不起的女性 好 那麼這個是他的這個第二個特點 那我想還不止這樣了 那麼我們簡單再補充一下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那麼秋爽齋很有趣 我們把一些相關的在這邊做一個補充 除了他的那個居處名稱叫秋爽之外呢 請注意他怎麼樣來改造他的居處 我們以前說過 一個人的居處就是他靈魂的延伸 也可以說他內在的體現 所以進到你的房間 大概就知道你的個性是什麼樣子 所以探村他住進了大冠原重的秋爽齋之後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別的地方先跟你們簡單說一下 除了宜弘院跟恆武院 佔地比較廣 他們的那個建築主體比較龐大之外 他們是五開間 五開間就是說基本上隔層五間 他們是那個水平式的展開的五開間 但除了這兩個地方比較大之外 其他包括秋爽齋還有消香館 還有像藕香業 那反正就是其他的一些小姐們的居居所 全部都是三開間 那麼注意一下這邊有一個證據 就是你看這個秋爽齋裡面 這三間屋子並不成隔斷 換句話說他就是三開間的格局 但是探村他不喜歡 不大了你又還要隔成三間 那是每一間是不是小小的對不對 走到哪裡就很難以回旋就要碰壁 他不喜歡這種視野的瑕疵 所以他乾脆就把他打通 你們就要知道這個打通之後 整個一進房門是不是 這個地方就一覽無遺 探村就是這種開闊的 事無不可對人言方性 這個方性是我剛才講的這一段話 跟這個方性的這個 方性就是美好的品性 芬芳的這個性格 這個是支批的話 支批就讚美說探村這個人就是 他跟史湘芸 他特別講探村跟史湘芸這兩個女孩子 是事無不可對人言 他們是不是里外非常坦率如一 那史湘芸你們都感覺的到嘛對不對 但是探村也是其中一個 你就可想而知這個女子非常了不起 她沒有被那一種女性的柔弱 跟狹窄所誘陷 她超越了性別的局限 不會像孔子所罵的啦 唯女子與小人唯南洋野 你們同意嗎 我以前絕不同意 現在一半同意 慢慢的八成同意 對 因為你後來還是發現 真的有很多女孩子 就不知道要去超越她自己的一些限制 然後真的心胸滿狹窄的 然後又喜歡好什麼什麼之類 我們就不說了 總之所以探村你看在她很多地方 她都在打破性別界線 這是其中的一個證據 以後我們人物專題的時候再說 這個是完全是由她所改造的 原來都是三開肩的格局 她現在把它打通 然後所以呈現出一種擴廊的一種局面 擴廊就是開闊疏廊 那絕對沒有一大堆小心眼 你跟她相處有很多地雷 那是不是就讓人覺得很辛苦 你們都知道我在說誰 好 總而言之 另外呢 她的那個整個的氣質也體現在外 這個叫做成語中行語外 那所以第三回 透過林黛玉出來賈府 第一次照面之下眼中所見 那麼對她做了一個描述 叫做俊眼修眉故盼神飛 文采精華見之妄俗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讚美 一個女孩子 讓人家感覺到像一個高明的見客出場 你就知道這很不容易 俊眼修眉好像都會形容在那一種 什麼青年才俊 而且武功高強的那個瀟灑男子身上 對不對 現在用在探村的外表 這不容易啊 你就知道說她的內在氣質是多麼的飽滿 而充實有光輝 所以你看見之妄俗 你見到她你就完全沒有脂粉器 沒有那種世俗的對女性的那一種感覺了 所以這個人的風姿果然非常獨特 超越了俗情而引人注目 那這個呢都可以跟風箏啊什麼的 你可以聯繫在一起來發揮 那連帶的我們要跟這個鳳凰 又再加上鳳凰一起來談 由於她的造型就是鳳凰 所以我們連帶一起來說 這個鳳凰當然也是指她的身分地位啦 對不對 剛剛已經講過了 她當然是嫁給王妃 不要講說嫁給王妃啦 她自己是不是就是那個貴族出身的女子嘛 這個身分也很高貴的喔 好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又有話要說喔 那麼請各位來看一下 在整個構成探春的所有相關的有機部分喔 那麼是形成一個系統性的連結的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它秋少齋呢 其實同時配置著兩種植物 這個我們講大官員專題的時候 會一個一個講得很清楚喔 但是也因為這樣所以很花時間 我們會挪到下個學期再來談 那現在先談一下有關這個探春的部分 秋永哉我們把它這個考察一下 你會發現裡面主要種著是兩種植物 一種是芭蕉 所以她不是給自己取了一個號叫做 嬌下克 有沒有 那就被林黛玉又要藉機嘲笑一番對不對 那但是除了芭蕉之外 她還有一種植物 那個是在第40回有出現 就是梧桐喔 那麼在第40回透過那個賈母啊 賈母不是帶著劉姥姥一行人 到各處都這個稍作停歇 那到了談春的秋少齋的時候 結果她就看看後面的窗子裡面 外面她說哎呀那個梧桐也長得好了 只是細些有沒有 所以秋少齋後院中有梧桐 那梧桐代表什麼意義呢 這個有淵遠流長中國文化的意涵在裡面喔 來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螢幕有告訴你們 她最早的源頭就是莊子秋水篇 這裡面講了一個預言啊 那這個預言是那個莊子用來嘲諷她的好朋友 好朋友要打引號 知道嗎 不然你會發現在莊子裡面 跟這個好朋友之間的交手都很奇怪的 那個好朋友就是繪師 那就是據說莊子寫的 秋水篇不曉得她寫的 總而言之那個故事的脈絡是 欸莊子呢正在梁國當宰相 好 那莊子就要去找她 沒想到呢 她事先知道莊子要來找她的訊息 她就很害怕 旁邊也跟她嚇得禪言說 莊子來會遇待子相 就是會取代你宰相的位置 那繪師就是比較世俗的人啊 就很擔心啊 你來會搶奪我現在這麼珍貴的一個職位 所以她乾脆先發智人發動軍隊 在全國之中呢大搜三天三夜 你們認為這是對好朋友的舉止嗎 所以我說好朋友要打引號 好啦 結果莊子也知道這樣的一個 真的是鋪天蓋地而來的一個非凡的做法 所以她覺得很好笑 她就乾脆字頭羅網就跑去見繪師 然後就跟她說了下面的這一段預言 她說冤雏 請注意冤雏就是鳳凰 她說這個冤雏是怎麼樣的一種生物呢 它有怎麼樣的脾性呢 她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 好漫長的過程是不是繞了地球半圈對不對 可是呢 非梧桐不止 非煉食不食 非理權不飲 那你們就知道她用了三樣東西 都是無比高潔 無比罕見 首先梧桐這個先不要講 我們來看什麼叫煉食 煉食就是竹子的果實 好 那你們知道竹子的果實是非常珍貴的 原因就是物以稀為貴 因為竹子通常是以無性繁殖 來這個增嚴她的後代 那麼她有沒有有性繁殖的這個機制呢 有 但是這個假如只靠這個有性繁殖 她大概會滅絕 因為竹子一輩子只開一次花 好 那竹子的一生大概就十幾年 換句話說她十幾年只開一次花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 開完的花 她就整顆哭死 所以台灣鄉間還有這樣的迷信 哎呀 只要竹子開花 大家就覺得不吉利 今年大概有什麼災難 那竹子就是以開花 然後死亡來預告 這個你們應該知道吧 所以大概二三十年前 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大陸那個臥龍 臥龍不就是那個貓熊保護區嗎 的一個新聞 那一年好慘啊 那一年的貓熊在野外 就被保育人員發現 好像死了一百多隻的樣子很多 那他們就非常緊張 因為有關單位就已經這麼樣的珍惜了 結果竟然這個大量死亡 他們就當然做各種調查 就很怕盜裂 結果沒想到經過解剖 發現他們不是被盜裂而死 他們是活活餓死 因為那一年呢 竹子大量開花苦死啦 所以他們有食物 所以動物界他們真的是非常艱辛在求生 好啦 總而言之 那所以這個竹石呢就 因此就是證明他非常的珍貴稀有 那這一支鳳凰是 我不是竹石 我寧可不吃 我寧可餓死的 那麼如果不是禮權 禮權就是甘權啦 我寧可渴死 我也不要喝 那同樣的沒有梧桐 我寧可在半空中淚死 我也絕對不停下來 絕對不那個窮私爛你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用這些意象就是來呈現這個冤廚呢 他真的是凝惟玉碎 不畏瓦全 然後呢 所謂的凝缺霧爛型的一種高度的理想的堅持 所以竹子講的這個故事就講完之後呢 他就直接運用說 那還沒 他還沒講完 他說呢 這樣的冤廚呢 他就在空中飛 有一次飛過一個森林 那森林中剛好有一隻吃蕭 就是貓頭鷹 然後剛好抓到一隻腐蜀 腐蜀就是已經臭了爛了的一隻臭老鼠 結果呢 正要大誕一番看到冤廚從他頭上飛過去 他以為冤廚要來搶他 他就仰而視之 仰起頭來看著他 就約賀 就是恐嚇他 你不要來搶我 好 講完這個故事之後 然後呢這個莊子就對惠使說 難道你要以你的梁國來嚇我嗎 聽得懂 對莊子來說 你的梁國宰相看在我的眼中 就是一隻爛掉的臭老鼠 你送我都不要 你還怕我去搶你 這個呢就真的是很標準的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啦 了解嗎 不過我覺得莊子真的敢這樣說嗎 惠斯說不定就把他關起來了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個預言當然就流傳甚遠 那麼對很多很多以高潔自詩的 這個中國文人來講就很有魅力 順便跟你們提醒 有一首非常美的宋詞 也其實用了這樣的一個意境跟這樣的一個意念 那就是蘇東坡 蘇氏 那個應該叫做 叫做 我一直忘了 那個詞 詞雀的名稱 詞牌名 內容大概是什麼什麼 簡淨寒之不肯欺 寂墨沙舟冷 有沒有 簡淨寒之不肯欺 不就是類似這個非梧桐不止嗎 了解嗎 那所以你就會看出來 這些都是君子一種傲然不屈 然後真的是堅持自我的一種表征 那所以莊子的這個典故影響深遠 那我們曹雪茜也把他用在探春身上 那這一棵梧桐樹就種在秋爽哉 當然也有一個意涵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 有梧桐就會招來哪一種鳥類 對 就是鳳凰啊 因為鳳凰不是非梧桐不止嗎 就是不停歇下來啊 所以這個梧桐又跟這個鳳凰聯繫在一起 然後它背後有一個很系統性的一個關聯 好啦 所以各位就可想而知 我們的秋爽哉非常的高潔 非常的擴隆 這標準的是一個非常高雅的君子 才會有的一個具體的體現 好啦 那麼這個是我們探春的這個特質 但是鳳凰還不只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我們要再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來 第二個我們這邊已經講到 它指的是一種高潔的星星 好 這個是鳳凰的第二個含義 但是呢 不只如此 《紅樓夢》當中呢 給這個鳳凰又有另外一種指射的意涵 那麼這個是出現在第65回最後一頁 65回的最後一頁 就是星兒在對尤二姐來介紹 他們家的這個太太小姐們 有沒有 講著講著 好吧 我們還是看一下好了 帶你們順便把這個細節也讀熟 那麼請翻到1033頁 其實應該是從1032頁開始 1032頁的最後一行呢 星兒剛好就介紹到了探春 他說探春啊 外號就叫做玫瑰花 為什麼 因為它又紅又香 無人不愛 只是呢 四戳手 好 那也是一位神道 可惜不是太太養的 請注意他引了一個俗言 叫做老瓜窩裡出鳳凰 那提醒你們老瓜 這個瓜就是烏鴉 那我後來讀到那個織批的時候 他在別的地方又引了這個俗言 他引的就是老鴨窩裡出鳳凰 所以顯然那個是一個清淡流行的一個俗言 意思就是說這個烏鴉裡竟然跑出一隻鳳凰來 你就知道說原來那基因的傳遞 也會有重大失誤的時候 那麼這裡其實就是在嘲諷說 那個趙姨娘那一種人 竟然可以養出這樣的女兒出來天差地別 那麼可是這邊當然注意一下 這裡的老瓜窩裡出鳳凰 鳳凰印象是不是再度出現 而且就是用在探村身上 那麼從他的上下文來看 就指這個地方 這裡的鳳凰比較偏向哪一個意涵呢 請你們注意 他說探村也是一位神道 這個神道就跟什麼星星高潔比較沒有關係 他指的是很有本領 很有才幹的一個人 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 就這點來說是不是剛剛好 跟第五回的叛詞又可以互相連結有沒有 第五回叛詞你們都要會背 我們期末考都要考 不是一開始就告訴我們 才智精明至至高 那所以才智兼備 那當然是一個神道了不起的人物 好 那所以第三你們就自己寫了啦 總而言之這是指他的那個才幹非凡的一個意思 所以各位你們可以看到 整個把跟風箏有關的相關的連結 那麼都包括跟梧桐 然後最後會浮湊到鳳凰身上 那麼這個鳳凰當然就有這些各式各樣 其實都是非常正面 而且是有高度讚美的那個內涵 好 那麼所以我想就此而言 我還是跟你們做一個小補充好了啦 因為上一次也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我們剛好趁這個機會做一個補充 那麼探春生在哪一天 是3月3日 這是小說中有寫到 我們就不再去復案 那麼這麼一來可以解釋一個現象 就是說數字重疊的生日不一定都是不好 那麼5月5日是不好 那麼喬解的生日是什麼 7月7日是不好 但是不是所有那個重疊數字的都一定不好 那麼這裡就是一個證據 除此之外元春生在哪一天 元月1號嘛 所以是不是有大的福報對不對 大家一講到他生於元旦 這真的果然他有這一段大福 那麼是別人不能比 所以要注意這中間還是有一些區隔 那3月3日究竟又提供了探春什麼樣的意涵呢 各位要注意 3月3日到了大概唐代就很明顯 但是他就說的確他等於六朝所謂的這個上四日 那麼這個上四就是3月的第一個四日 這個叫上四 其實他日子不定 那麼在六朝被發展出一個文人的雅籍的那種 非常豐雅一起寫詩飲酒的那樣的一個文藝活動 但是他的古老的根源其實也是跟那個宗教 跟祈福狼哉的信仰有關 所以他們都要所進行所謂的修系 好 這個念系 那修系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一定要到水邊 因為水本身就具有淨化的功能 所以你們看基督教是不是你要淨到這個宗教裡面 作為信徒是不是要有一個洗禮有沒有 那基本上都跟死而再生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水的淨化作用古今中外皆然 我們都有這樣一個認知 那於是透過他的這個淨化的象徵意義 我們就在3月的這個第一個四日到水邊 那進行種種的相關儀式 那我剛剛提到了到了六朝的時候 那文人剛好趁這個機會 我們就一起來寫詩 這不是文人的專長嗎 所以這就是王羲之藍田籍的那個背景 所以是不是就有驅水流傷的這個雅士 還記得嗎 那你看所以在水邊才能驅水流傷 所以各位就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休息日 對孫子人講一下到了唐代 這個3月的上四日 就一般普遍就是定在3月3日 所以你們都知道杜芙有一首詩 也是以這個為背景 就是立人行 第一句就是告訴我們 3月3日天氣新 長安水邊多立人 有沒有注意到水邊 那當然就是要來休息 所以楊貴妃姐妹什麼浩浩蕩蕩 那個儀仗之豪華之 之那個陣仗龐大 都是要到那個曲江邊 其實也都是這個休息的背景 那總而言之 所以我們看到 炭春的生日是誕生在這一天 那麼跟這一天的象徵含義 也一定有所關聯 那麼這個水邊休息 就有淨化的作用 我覺得某個意義來講 說明我們的這一位炭春 他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 那麼他可以把他周遭的若干的污秽 跟這個醜陋跟低俗來加以淨化 而讓自己絲毫不染的 那麼綻放出他生命美好的花朵 所以他是一個玫瑰花 當然這不容易 所以不要忘記 我們作者給他選的花是玫瑰花 因為玫瑰花有一個 其他的花比較沒有的特色 他有刺戳手 了解嗎 所以這個人是不容易侵犯的 這個人有為有守 玫瑰花會主動傷人嗎 不會 他藏在葉片裡只給你美麗的花朵 你遠觀但不可以洩萬 你可以欣賞但是不能侵犯 你膽敢侵犯他就勇於反擊 知道嗎 所以絕對不要默認 人家欺負你你就給他打回去 好 總而言之 那這次探村他為了抗拒他周遭的爛泥 也不得不發展出來的一種防衛方式 所以這個玫瑰花很有意思 我們將來也會再提醒一下 另外除此之外 這個休息日呢 除了這個進化的作用之外 另外再提醒你們注意一下這個現象 他除了祈福狼災之外 他又在六朝的這個文化發展下 賦予了文人雅籍屈水流傷的這種風雅的內涵 而不要忘記大官員最重要的絲舍 最先就是由誰來登高一呼號召成立的 絲舍這麼重要啊 第一次開的絲舍叫什麼絲舍 海棠絲舍啊 但是就是誰來號召才能成立的 就是探春嘛 他不是寫了一篇非常文雅 非常整鏈的古文加四六篇文 好的一張花籤 裡面其實就是要來邀請大家 我們來不讓虛眉 我們也應該有我們女性的那一種才華的表達 所以就邀請了海棠詩社 這個是在第37回了 所以你看他果然也非常的豐雅 而懂得有很高度的那個審美品味 這個呢也是我想跟這些都可以連帶一起來談 那之後呢 我想我們有關探春的部分 就等到人物專題的時候再說 那由於已經打中了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對所有的誤稱 就是聯姻類的誤稱 以及另外官情跟攝影 他們各自不同類型的相關特點 我們再做一個整理說明 而看一看其中隱含了什麼樣的一個 這個價值觀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 那同學已經11分了 我們現在來對這三個跟小物有關的 這種男女不同的聯繫方式 我們來做一個整理 那各位你們有把第三章的講義帶來吧 好 我們你們的講義有帶來吧 好 我們第三頁最後面有畫一個表格 但是呢 在談這個表格之前 來 請容許我來跟你們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那麼就是把聯姻類我們八個例子都談完之後 那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講過 這八個裡面除了那個寶琴跟寶玉的例子 其實主要是來做一個鞏固與加強 所謂的金玉良姻的鞏固與加強之外 好 那剩下的七個裡面 有沒有發現只有一組是失敗的 就是柳香蓮跟尤三姐的那一組 那其他都是成功的 那麼就此來說 請你們注意 這個婚姻觀在全書其他的部分 都有得到很清楚的一個價值觀的說明 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在那個第25回 那麼我們賈政在看了各個這個姑娘們 所寫的登迷詩跟他的這個謎底之花 他心中是不是其實就覺得 就覺得心裡就很憂悶 對不對 所以回到房間裡面輾轉難眠 這次就是他其中所想的一段話 他說兒女之樹皆由天命 非人力可強者 這個強是勉強的意思 所以這個兒女之樹包括什麼呢 這個樹當然包括命樹 就是你的命運 而這個命運當然主要也盤蓋了這個婚姻 所以這種所謂的天命觀 不是人為可以去勉強去改造 然後去改變的這種觀念 這是第一次的體現 這是第25回 那麼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79回 這個是賈母針對迎春 被他的父親許嫁給孫家 知道嗎 他嫁給了 那個迎春不是嫁給孫 好 沒有 對不起 我差點講的叫嫁給孫中山 就慘了 不是 因為他的叛詩的誤導 他不是什麼子系 對嘛 他不是子系中山郎嘛 那就孫中山嘛 對不對 姓孫的中山郎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每次講太快就會講錯 所以都要先想一下 那結果呢 事實上賈母反對 還有賈正也反對 賈正反對的理由非常有趣 他說這個孫家不是私理 這個 就是不是我們這種私理的世家 然後覺得他們其實像爆發貨一樣 可是反正他又不是這個女兒的父親 於是他也不好月祖帶袍 那雖然反對 可是也沒有辦法 那賈母的想法他事實上也不樂意 但是他又另一步去想囉 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前因 所以你看這是不是標準的天命觀 對不對 所以他也覺得好吧 那我們也就不要再干涉 果然就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迎春就活生生走入了一個宿命的地獄去 而慘遭滅頂 那這是第79回這擺明了兒女之事 就是指婚姻 所以跟前面的那個兒女之數 剛好可以互相對照 第一個兒女之數是比較寬的 那麼優關你未來的各種命運 那麼賈母所想的這個兒女之事 那就是非常狹義的 那麼限定在婚姻上 這個是標準的父母之秘 媒婦之言 而父母之秘跟媒婦之言之上 還有一個超越的形而上的天命在主宰 為什麼你的父母是幫你做這樣的選擇 那背後有一個所謂的這個天意 有所謂的這個天命在引導 那麼另外還有一段 這一段話常常是被人家誤會 我那段期花了很多功夫再重新去思考 我必須說我們的薛姨媽 完全沒有針對性的諷刺在裡面 更沒有任何針對性的示威在裡面 他真的只是在體現 那個時代尤其是貴族的上流社會 他們一般性的價值觀 那麼薛姨媽說 姻緣這件事啊都是出人意料之外 有沒有比如說你天天在眼前的 到後來就不能夠到一處 有的呢在天涯海角的 結果呢就結成了婚姻 所以他說如果月下老人不用紅線酸的 那麼就再不能到一處 那月下老人不就是代表天命嗎 所以這個天命觀不就來自於唐代小說當中 很具有鮮明的命定觀的一篇叫做定婚殿 看過嗎 那個定沒看過啊 就是月下老人的典故 你們都好誠實就給我大搖騎頭 好 那個是唐代的傳奇小說 那麼那一篇的篇名就叫做定婚殿 這個定字非常清楚 他告訴你這個是天定的 是誰也改變不了的 那那個故事的大概你們其實都聽過啦 就是反正一個年輕人啦 在有一天晚上在月下遇到一個老人啦 反正你晚上會在那種陌生的地方 遇到的人都要小心啦 反正就不是神就是鬼 那現在遇到的是一個神 然後就提到說有紅線啊 有這個什麼姻緣注定的事情啊 那換作你在現場 你會不會跟那個年輕人一樣的好奇 那我將來會娶的人是誰 或將來我要嫁的人是誰 會好奇嘛 眼前就有真人 你為什麼不請教他一個神譽呢 果然那個年輕人就問他 那那個老人就跟他說 你明天什麼什麼時候到哪個什麼地方 你就會看到你將來會娶的 沒想到他第二天一去呢 竟然看到一個流著鼻涕的髒髒的小女孩 被一個老媽子抱著 他覺得我為什麼要娶這樣一個醜小孩 他竟然就要把他殺了 就拿著大石頭就要把他打死你知道 好壞呀 真是壞 所以這個故事我不喜歡 那麼好 總而言之 那孩子就哇哇大哭啊 所以現場就一片混亂啦 那這個年輕人當然就桃子夭夭 你看真是懦弱 好 總而言之 那總而事後我們就不多說了啦 反正後來這個年輕人 一定又怎麼考上禁師又考上狀元 然後又受到宰相的這個青睞 又要把他的女兒嫁給他 他當然很高興啊 對不對 然後呢就洞房花竹夜 哇一看那個他的新婚妻子美貌如仙 就非常的高興 可是呢新婚期間他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怎麼他這個妻子呢 日日夜夜時時刻刻 額頭上都貼著一個花黃 就是他就覺得也不拿走 然後就細問之下才知道 那個他的這個新婚妻子說 哎呀我小時候被奶媽抱著去市集的時候 被一個可惡的人 然後呢什麼什麼之類 你們都知道了對不對 結果那一次呢血雖然血流如柱倒是沒有送命 只是額頭上就留下了一個疤痕作為見證 那所以現在為了要遮掉那個不好看的疤痕 所以才會貼著 那當然這個新郎觀星你聽得怎麼樣 嘿嘿嘿 果然命中注定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岳恒均老師認為 是唐人小說裡面 唯一最具有鮮明的命定觀的一篇 當然這個說法是有其他的學者不表戰的 那都各有道理 那總而言之 所以這裡的岳下老人的故事要注意 他的來源他的典故 也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是人為力量 所不能夠超越不能夠改變 不能抗拒的一個天命 所以呢我們把這三段的 這個書中的文本的各方意見綜合起來 你們會很清楚的看到 《紅樓夢》裡面對婚姻 是抱著這樣的一個 不能靠人為來達成的一個觀念 那不只文本如此說明 來請各位看一下假虛本 第一回呢就有支批的一段話 實在太精彩了 他針對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呢 後來嫁給了賈語村的那位丫頭 叫做什麼 不要記得僥姓啦是嬌姓啦 好結果他有一句話非常有意思 他說這個交信喔為什麼可以嫁得成賈語村 而此後命運兩際 然後就被扶正作為正式夫人 這簡直是他連想都沒想過 也從來沒努力過的一個結果 他說這是因為他無兒女之情 所以有夫人之憤 這不是太有趣了嗎 連支批都這樣說 他說哎呀這個丫頭 他能夠這樣子的意外的一個這個幸運 從天上掉下來的一個大禮物給他 那是因為他沒有私情 換而言之 如果他有私情 起心動念 甚至著手去做各種專營的行為 那麼恐怕他就得不到這個夫人的這個身分 也就是他不能夠嫁得這個如意郎君 所以支批也這樣贊同喔 有沒有注意到 原來他就一直在告訴你們 婚姻的基礎不能夠有這個感情在你作為前提 欸這跟我們今天的價值觀真的很不一樣喔 所以我非常希望你們要習慣 盡量先把我們認可的價值觀先放到一邊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不要了解紅樓夢對不對 你就是應該要先把自己的某些堅持 要先這個抽開 然後你才能夠讓紅樓夢的真正的世界 可以全面朗線 不然你就是在用你的價值觀在讀紅樓夢啦 那這樣讀來讀去就是你的價值觀 那有什麼意思呢好 所以這一段話非常的重要 連支批都這樣告訴我們 所以交信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好歸宿 竟然必須歸功他沒有任何私情 那麼反過來說 有私情的人呢 他們的下場是什麼 來請看下一段畫石主人的這段話 那這段話就是在一宿編的那個紅樓夢卷 紅樓夢資料會編裡面有 那那一部書真的很重要 裡面有很多很有意思 雖然你可能要花一些功夫去找 可是找到之後你才會發現 哇原來清末的評點家 他們都注意到這個現象 他發現啊 紅樓夢裡面只要是犯贏與情 都不會有結果 那你們看情跟贏的一個共通的特點 是不是都是有人為的主觀意志 那麼有人為的那個爭取的行動 那麼有一種呢我要自己去達到 我的婚姻的自主的這樣的一種追求 可是可是他們的結果都是落空的 所以我們來對照一下 那個觀情類跟攝影類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兩類裡面的相關人等 有沒有發現事實上都沒有結果 沒錯吧 妙玉跟妙玉不是傳情給寶玉嗎 但是他後來是不是要屈從枯骨對不對 然後像那個思琦跟那個潘又安 那個前八十回還沒有提到 不過他確實也是那個失敗的 是思琦在後四十回甚至必須要 好像甚至也是撞牆自殺嘛對不對 他們也是一個被拆散的一個局面 那寶玉跟妙玉那當然也是注定 只能夠這個讓黛玉未嫁而逝 那所以我們林林總總其他不一一舉例 那各位你們就會發現 來各位請看一下 我們下面所整理的那個表格 你會發現很有意思的一點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聯姻類基本上促成的力量都是命定天成 那麼其中沒有個人的主觀意願 結果也大部分是成功的 唯一失敗的那一組 是因為他把個人的主觀跟意志 跟追求跟私情是不是都放進去 我說的就是尤三姐跟柳香蓮那一組 有沒有 那一組明明是在聯姻 但是卻終究很慘烈的失敗 就是因為他怎麼樣 已經涉及到情 有私情所以沒有夫人之分 好 所以他是失敗的 那麼另外的那個官情跟涉淫這兩類 他的促成力量都是人為的作用 都有個人的主觀意志 那麼在追求再選擇 那麼所以我們都在主觀意願部分都是填有 那麼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體現在他們聯姻官情跟涉淫的 那個小物的一個狀況 也有一些差別 各位注意一下 在聯姻類你會發現 在促成雙方的婚姻暗示的那個小物 他們基本上是二物相對 我把他稱為是映照組合模式 另外一種是二物互換 好 這也是一種對等交流模式 那例如二物互換的對等交流模式 是指指哪一組 你們可不可以舉例 比如說那個喬姐兒跟板兒 是不是就二物交換 你給我你的佛手我把我的柚子給你 對不對 這個是二物的一個對等交流互換 那麼還有別的例子像那個誰 習仁的也是嘛 倩香羅跟松花漢金 對 那也是一個對等的交流 形成一個互換的情況 那另外是二物相對 就是他們沒有互換 可是就是你有一個我有一個 我們就互相呼應一下是這樣 那金玉良因是嘛 浮葉球跟那個雀金你也是嘛 那麒麟也是嘛 對不對 在你那裡 在我這裡 結婚之後是不是合而為一 對不對 就叫做天作之合嘛 所以呢 你會發現 欸 這就有趣囉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再來參照觀情跟攝影類 你會發現 欸 這兩類很有趣 不但有個人的主觀意識在裡面 而他們主要都是一物二手 或者轉移聯繫 或者都是轉移聯繫的方式 就是我身上有東西我轉移到你身上 你有東西轉移給我 就是一個東西就聯繫雙方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它的差別性在哪裡呢 簡單說一物二手的這種轉移關聯模式呢 身體性的接觸是不是比較緊密 好 就帶有那一種 甚至進一步到了體液交換的那一種 性相關的那個成分比較高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 只要犯其餘營 你過度的接近 那個物呢 某個意義來講 已經讓你們結合為一 這個說實在就是在古代的價值觀裡面 不被認可的 所以呢 各位你們就可以來注意到 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簡單整理一下 簡單整理一下 那麼除了剛剛說有沒有主觀意志之外 那麼另外呢 還有就是呢 他們是用怎樣的小物的一個連結狀況 總而言之 我們都可以看到 那麼二物互換的對等交流模式 一共有七個例子 除了柳香蓮跟柳二姐的那個例子之外 那麼那些物件啊 都是在外在因緣巧合之下 那麼所產生的 當事人其實都沒有這樣的一個意識 那麼所以反映了傳統婚姻的地結 是父母之寧 媒婿之言 乃至月老天定 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樣的一個主流的觀點 那麼另外那麼觀情跟攝影類 他們所涉及到的物品呢 大部分都是一物二手 那我用簡單的話講給你們聽 就是說總體來講呢 這樣的一個轉移關聯模式 一個聯繫模式 它的身體接觸性的暗示成分會比較高 好 那當然啦 因為情感發生嘛 本來就是雙方的一個自主意識所造成的 那麼情慾交合 那更是雙方面去共同形成的 所以在很貼近的情況底下 那物品物就自然而然就在雙方彼此這個共享 那當然啦 你們也會發現呢 那麼觀情類裡面呢 手帕是重複被用了兩次 一次是不是在林黛玉跟寶玉 一次是不是就是小紅跟甲芸 那這個也很特別 那已經也有學者發現了 手帕在書中具有事情不同的事 以及傳情的作用 那你就可想而知就是觀情類的特點 那當然啦 像頭髮指甲啦 這根本就是你的身體的一部分 那這個在醫學人類學裡面呢 他們會認為這個其實就可以 你視作是一種身體與身體 身體與環境的一種交際行為的體物質 這個體物質就是他屬於你身體的一部分 但是又可以脫離你的身體而獨立 於是你可以跟別的身體 跟你周圍的環境產生交際行為 就由他作為憑藉 那這麼一來當然嘛 又更跟攝影類可以有一種比較趨近的特色 所以遺餘情色的演繹 那所以呢 簡單的說 我覺得整個這樣子看下來 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好奇怪喔 我們把這些證據都找出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紅樓夢在這一點上面 他事實上是對他之前流行了 一百多年的才子佳人小說 其實是進行一個悖逆的一種這個反撥 就是說才子佳人故事基本上是符合一般人 尤其是青少男女的一種希望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所選擇的都是我們真心喜歡的人 然後呢 愛情自主可以婚姻自主 那才子佳人小說某個意義來講 就是這種心裡滿足的一種補償作用 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文類 那可是紅樓夢很奇怪 他基本上呢是背道而馳 他反而非常傳統的回到 所謂父母之命媒婿之言的這個系統當中 那這個當然發人省思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急著去批判 不要急著去比較 誰比較有先進思想 誰比較具有革命意識 用來證明哪一部書就比較符合 我們現代所認可的那一種標準 因為這個都是你已經附加你的好物進去了 我比較想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先客觀瞭解這本書他到底在做什麼 那做了之後我們再來幫他思考 他為什麼有這樣的主張 為什麼呈現出這樣一個主流的現象 那麼我試圖替他做一個解釋 那請注意下面呢不是我個人的主張 好 我們一般人很容易誤會 以為你講什麼話就代表你的主張 其實不是 我是努力在幫曹雪芹 所做的這些種種描述 所呈現出來的現象提出一些解釋 是幫他做解釋 那我先說明喔 我事實上是喜歡我們現代這個時代 好 我們這個時代是 我們可以選我們自己喜歡的人 那麼雖然你選了你喜歡的人 不保證你就會婚姻美滿幸福 對不對 因為離婚率還是很高 好 然後相愛容易相處難 你們相處了以後就會知道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相愛的時候 大家都是在一個架空的背景底下 不必管柴米油鹽醬醋茶 脫離日常的那種例行脈絡 我們可以花錢月下胡編 對吧 你可以把你最美好的那一面 你最精華的那一面 跟對方最美好最精華的那面來互相激盪 那當然是戀愛最有魅力就在於這裡 可是婚姻是生活 是婚姻不是只有愛就能夠支撐 他還需要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的好處在於說 就因為這個對象是我選的 所以以後不管信或不信 我是不是就認了對不對 我就不要去怪我的父母 不要去怪上天 不要去怪沒人 那你就自己承擔 這是一件好事 讓每一個人學會自己負責 自己去學習怎麼樣去認識對方 同時也認識自己 原來那個人並不適合你 你也不適合他 那經過很痛苦的過程 你發現這一點 那是不是可以為你將來選擇一個更適合的人 就有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這個是我們現代人的一個優點 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好 因為畢竟人一定要學會自己來做判斷 自己去對你的人生做出選擇 然後選擇你所愛的 接下來也學習愛你所選擇的 那這一來人格就會越來越成熟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就是讓所有的選擇都是 你自己願意為他負責 然而古代不是我們這個時代 你不可能要求古代要有我們今天這個觀點 就算有我們今天的這個價值觀 他們也沒有足夠的環境來執行的啦 所以我們必須來了解一下 古代在他們這樣的一個社會背景 跟社會結構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他們會施行這麼長久的 父母之命跟媒座之言 而形成一個婚姻的常態 所以我的解釋 這我試圖幫他解釋 他們是不是也有一些優點 只是那個優點不是我們現在想要的優點 我們願意另外一種優點 那任何的制度 任何一個人都是有得有失 人生道路如此 那任何價值觀不也是如此嗎 所以我們要先去了解 他們那種選擇 而且已經施行這麼久的一個具體成果下來之後 我們來看看他的優點在哪裡 首先我們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種所謂的自由戀愛 而作為前提所導致的這個婚姻 事實上是我們這兩三百年以來 經過很多的社會改革 很多思潮的重大變化才慢慢形成的 所以我們今天對於愛情的理解 基本上是以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的一個西方形式 作為范式 那作為我們的標準 但是這個范式是從什麼時候才開始的呢 請注意這是學者的研究 這個是在17世紀才開始在英格蘭形成 然後別的地方更晚 而且會更經歷很痛苦的改變期 我們才能夠逐步走向這樣一個范式 像以中國來講是不是幾乎在二次大戰之後 那之前也是很痛苦的一個很混亂的 好 所以那麼我們沒有那樣的社會條件 去執行所謂的戀愛自主跟婚姻自主的狀況底下 那還是在他們男女組閣 然後男女有別的這個狀況底下 那婚姻的一個進行 大概就只能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那有沒有道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說法 這個說法是我最近讀到的一些學理上的研究 我們來參考看看古人不是完全一無是處 如果他完全一無是處的話 他不可能施行這麼久的 好 首先來看一下這也是一個西方 兩位西方學者一個是那個米契爾 一個是赫特 他們共同提出一個所謂的同質理論 什麼叫同質理論 就是在說婚姻的一個締結 注意喔 他是在講現代 即便是我們現代以為我們可以超越外在的條件 進行純心靈 純精神的互相共鳴跟吸引 來作為摺偶的條件 他說你錯了 他們做了很多的那個調查跟研究 他發現不然以我們今天來講 我們的摺偶還是在一種不自覺的情況底下 甚至是自覺的情況底下依照同質理論來進行 他說什麼叫同質理論呢 就是我們往往會選家似背景相當 社會地位跟經濟能力比較類似 那當然也兼具彼此生理的一個吸引力 還有就是你的溝通人格特質 以及你對婚姻的期待是不是跟我一樣 大概零零種種 我們多少還是有這樣一個同質性 在作為我們選擇的對象 而這個選擇不一定是你意識狀態底下 你會愛上一個人 事實上這些同質理論已經在背後幫你篩選過了 所以我認為我絕對不會愛上一個 對我1014求婚的男人 他102、103也一樣 10014也一樣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天啊 我們沒有共同背景 日本有一個偶像劇好多年前叫1014求婚 就是一個矮小的醜男人 很平凡的醜男人 愛上一個好漂亮好有氣質 還拉琴的嘛一個美女 但是那個美女其實有他心愛的男朋友 但是那個男朋友不幸在車禍中死亡 所以他非常的傷心封閉自己 然後這個醜男人呢就氣而不捨 一而再的再而三的跟他求婚 甚至呢在他面前跑到那個大卡車 急衝而來的那個前面 擋在那個車子前面告訴他 我就算會死我還是要愛你類似這樣子 反正以死來證明愛好是這樣 那後來1014終於求婚成功 那個美女就嫁給他 我的意思是說這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我認為我絕不可能 因為我不愛你嘛 你在愛我你在執著在在許諾在什麼 這不能引發愛的啦 那所以呢那什麼會引發愛 這當然就有很多的神秘性 恐怕也不是我們的理性所能夠解釋 可是呢可是這個同質理論提醒我們 說不定很多的時候 我們都不絕對我們都不絕對 很多的時候你內在的 已經某一些某一種操作的機制 已經在幫你做篩選幫你做選擇 我後來驗證一下 因為我在台大也待了數十年 不要告訴你們有多久 那從學生當老師 有一個人笑得很大聲 他已經要被當掉好 好 總而言之 我觀察一下 從我的老師輩退休的 那我這一輩 然後以及我下面這一輩 我發現第一個班對蠻多的 第二個同校的蠻多的 就是結為夫妻的 那連我都是 所以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雖然表面上是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 我們可以自由選擇 其實不然 你還是在一個被篩選過的環境 對不對 去進行各式各樣的人的認識跟互動 然後呢 這些這個環境本身已經被篩選過了 然後呢 你所在的環境 你所遇到的人 本身就不是那一種完全沒有任何 這個共同特質的一種開放性的 那一種散漫的集體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在試圖告訴你們說 當你以為你是在自由戀愛的時候 那個自由可能要打上一點引號 因為同質理論早就在你的內心當中 可能已經在發揮作用 那麼至於這個同質理論 對我們的摺偶來講 是正面還是負面呢 還是覺得說 哎呀 這樣一來就抵消了或者是羞辱了 我們的崇高的愛情 愛情不是應該超越階級 超越什麼什麼什麼的一類嗎 那麼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說法 這個是同質理論的一個證明 就是這個是英國倫敦 那個Goss Smith學院所做的研究 他們取樣的樣本當然不可能太多 一千三百對夫妻來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什麼呢 俊男的另一半通常是美女 通常啦 我也見過不是這樣的 然後都覺得不可思議對不對 我見過有一個好帥的男孩子 性格又好很溫柔 但是他的太太實在太醜了 然後 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 可是那個丈夫真的很疼愛他的妻子 你看他們的互動真的溫柔體貼 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好奇怪 那所以當然證明了說 愛情當然不完全是靠條件去塑造的啦 可是一定還有別的原因 例如說這個男孩子可能看到這個女孩子 另外什麼什麼優點我們沒看到 我們只看到外表嘛 然後或者是他們有什麼共同的成長經驗 而彼此成為對方不可或缺的生命的一部分 這個是我們看不到的 那總而言之啦 他現在也只是在告訴你說 這不是絕對的結果 他只是說通常 那通常確實如此嘛 好啦 總而言之 那有錢人的另一半通常也是有錢人 對不對 總經理一定嫁給董事長 好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多數夫妻也大多呢 是在同一個年齡層 沒錯吧 大多啦 那有一些 你們想想看嘛 少數的例外一定是什麼 老夫加少妻嘛 有老妻加少夫的例子嗎 蛤 很少見啦 那個就很少見了啦 那一種年齡落差太大的情況 一定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原因 那我們通常在同一個年齡層 為什麼要在同一個年齡層呢 因為你們的人生階段一致 你們對生命所感興趣的課題 是不是也比較接近 你知道嗎 差20歲會差很多 人家已經在中年危機了 你還覺得這事件一撇大好 怎麼存 沒辦法共同生活下去啦 了解嗎 所以同一個年齡層比較能夠了解對方 比較能夠一起面對生命的問題 我們說的都是比較性的 所以嘛 英國認知心理的這個治療師 費德曼就說 事實上就這一點來講 跟動物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們孟子博不就早就說過 人之益於禽獸者幾息 是真的沒有差很多 這沒有羞辱你 這是讚美你 我覺得動物太可愛了 比人類還可愛 好 所以這在讚美你 所以動物學就說啊 所謂的同型交配 這有點一般我們人類比較覺得 這太赤裸裸 太直接 不過沒關係 我們知道他在說什麼就好 所以動物學的所謂的同型交配 事實上呢 移用在人身上 也就所謂的那個同質理論 所以你看 基本上人在擇偶的時候 你其實不會隨便選 一定會選各種條件 跟自己比較類似的人 來做另外一半 這個是我們一般普遍的現象 當然不絕對 因為人的可貴就在於 他有很多其他的個別性的 超越性的追求 那這個當然也是讓我們覺得很有趣 也值得很感動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研究一個社會制度 他當然是建立在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共識 而也比較大的一個施行的效力 也有比較大的提供給你幸福的保障的這個前提底下 來使得這個制度能夠持之以恆 所以下面呢 我們有一段話 因為我找不到資料在哪裡 我用口述跟你們講 就是說我看過一個研究 他提出我們中國傳統要按照這個標準來講 我們最符印的是不是就叫做門當戶對的概念 門當戶對這個概念那個統計很有趣 那個統計的結果是 門當戶對的婚姻幸福的比例 不比我們今天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來得低 很奇怪 那這個是一個研究的結果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我覺得我們今天雖然是自由戀愛自由結婚 但是離婚率是不是也很高對不對 然後家暴的也很多對不對 各式各樣你整個把這些統統加進來 你就會發現門當戶對從結果來說 不見得比我們今天要來得不幸 只是我們今天的優點在於說 我不管信不信至少我自己選嘛 我就比較甘願嘛對不對 那我在古代我變成父母幫我選 我幸福就幸福 不幸就不幸福 完全沒有我智慧的餘地 那我們當然就覺得我這一生是由別人所決定 這要差別是在這裡 只就結果來說那個比例很難講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令人驚訝的結果呢 原因在於門當戶對是有他合理性的 因為他們的生活習慣是不是比較捷徑 生活習慣很重要你們知道嗎 夫妻生活在一起磕磕碰碰到處都有可能發生衝突 我就跟學生講過一個我們數十年來流行的笑話 很多夫妻之所以會離婚就是因為擠牙膏的地方不一樣 就鬧到離婚 有沒有聽過這個笑話 還不只這樣 還有說那個馬桶蓋翻不翻 這個也會導致離婚對不對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是日常瑣碎的 瑣碎就是說它很小 但是呢多如牛毛 你的愛情經不起這樣的耗損啦 一天消耗0.01分 你知道嗎 一年不就365天 對不對 你幾年就消耗殆盡了啦 愛情沒有你所想像的可以那樣子無堅不摧 沒有那樣到什麼所有的難關都可以被他所超越 愛情沒有這麼偉大 愛情基本上它是一個意志的一個表達 是人格的體現 所以心理學家弗洛姆在愛的藝術這本書裡面 已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他說你們都弄錯了 愛情不是一個強烈的感覺 你以為我fall in love 那個人我對他朝思暮想 盤踞我的腦海 盤踞我的心靈 然後呢 咒思夜想 你覺得你這個叫做愛 他說錯了 愛不是感覺 愛是一種意志 是一種許諾 因此它跟你的人格息息相關 也因此愛必須經過學習 知道嗎 你們有興趣去好好看那一本書 我大一讀的時候真的覺得獲益良多 他釐清了很多我們自以為是 或者是環境所告訴我們的很多錯誤的迷思 所以愛情是一個許諾 是一個意志 它不是感覺而已 你要光靠感覺去維繫愛情 注定失敗啦 那維持婚姻那遠遠不夠啦 婚姻是生活 生活就是你一天24小時 分分秒秒 那個如果沒有共同的習慣跟價值觀 真的維持不了多久 所以我真的跟你們保證 三菜嫁給盜民寺很快就會離婚 是啊 而且那個什麼 門單戶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以這個貴族世家上流社會來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因為他們的那個禮節 是不是比一般人更要來的講究 你不懂你根本就很難融入 而且你就會覺得受不了 所以我這幾年來就聽過一些傳聞 就是有一些人他們就嫁入豪門嘛 但是他們本身例如是主播 是什麼出身類似這樣 你本身不是那個家庭出身 你以為你就飛上次頭做鳳凰啊 那你就錯了 嫁進去之後吃抗憂鬱症要的多得很 然後很痛苦的多得很 於是有一位女強人很有意思 人家就問她說你條件這麼好 你要嫁入豪門那絕對是 這個易如反掌輕而易舉 你為什麼不走這條路 因為那個人就一直單身 他說我才不要 我自己一個人我就是豪門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嫁入豪門 何況何況這個才有趣 他說與其嫁入豪門吃 就是想20年的幸福 可是同時要吃20年的抗憂鬱症的藥 我何苦來摘了解嗎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沒有在那個家庭生活過 你一下子面臨那麼多很微妙的人情事故 時時刻刻是壓力 你們知道嗎 那個人承受不了的 所以有一個研究就是說 這種上流社會的 為什麼那麼講究門當部隊 原因就在於這裡 以防那麼新進來的這位成員 他不能適應 那這會導致這個家族裡面很多的問題 所以你盡量就是彼此非常瞭解 我們就在同一個階層 那你進來之後 很快就可以融入我們這個家庭的運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這種門當戶對還有一個好的條件 就是說他們通常都是兩個家族彼此認識 你們有沒有發現那個王夫人家 後來他的下一代誰也嫁到假家 是不是王熙鳳 所以他們都是世代聯姻 好處在哪裡 好處就在於說 你們家的孩子跟我們家的孩子 從小可能就有一些接觸 有一些了解 我們是看著他長大的 所以將來我娶你進來 或者是我嫁到你家去 我們不是娶進一個完全的陌生人 不知道他這人個性怎麼樣 不知道他的脾氣怎麼樣 是不是又會造成 就盡量降低彼此適應上面的困擾 了解嗎 那這個呢 零零種種太多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舉這些例證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從結果來講 性跟不性 比例沒有你所想像的那麼低 跟我們現代來比 第二個人家不是沒有道理 雖然那個道理不是絕對的 也不見得是我們今天要接受的 可是我總覺得就是說 你要了解不管是古代的社會 或者是另外一個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你是不是首先先了解他再說 對不對 好壞與否 那是我們個人自己就自己的人生 再去做判斷去做選擇 可是你要認識對方 你就要盡量客觀中立 好 這個是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好啦 所以門當戶對的問題 我總覺得是一個很大 還可以再思考的一個 因為他背後牽扯太多的那個社會因素 跟文化因素 還有人性的因素 所以我想古人說的也不見得沒有道理 對他們來講 幸福的門當戶對就是結了婚之後 才開始談戀愛 對吧 而這在古代的例子也很多是成功的 所以很難說古代就一無是處啦 那所以我想就此而言 我們簡單把那個所謂門當戶對 或者是聯姻 那麼由物襯來加以主導 那麼透過天秘 那麼施展於父母之命 媒婿之言來加以運作 那這背後會不會有社會的原因 或者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生物的原因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再多研究的 那研究的越深我們就越能夠理解 那理解的越深我們也就越能夠同情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一個努力 好啦 所以物襯的部分 我們就交代到這裡 那麼接下來我們有很多的議題 你們會發現紅樓夢事實上所反映的 是我們現代人其其以為不可 甚至急於要擺脫的傳統價值觀 那就這點來講呢 我的態度是如此的了解紅樓夢 他如果有很傳統的部分 我們就要接受他 他是傳統的 而不能因為說紅樓夢很偉大 所以他一定有創新 一定有革命 所以我們只能看到他跟現代人很接近 然後跟傳統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樣子就是我們作為一個讀者的 選擇性的偏頗 我覺得這就不客觀中立了啦 好 那這個物襯也就是呢 整個的襯與式的表達方式 我們終於告一個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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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